缅甸的穷人 因为有刺激的精神 他们创造了米铺满 今天这一家人要吃的米 倒下了这样的鸽子里面 又伸手拿了一把米 放在另外的一个桶 这叫做米铺满 虽然少了那一把米 可是一家人还是可以吃的饱 所以说来十分饱 节省两分 那也可以帮助别人 只要心中有爱 不怕穷 怕的就是心灵灾难 所以我们人人真正的要善解 苦人之苦 不要奢侈 剩一些些可以帮助别人 天下已经多灾多难 那几荒的恶 真的是在垂危中 我们要真正的用这一份的悲念